第四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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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歡迎大家回到影子的遊戲 我是影子 今天影片主要是要來介紹 神域召喚裡面怎麼打 八星獨龍怎麼配對然後還有裝備 那 我發現我以前居然沒有拍七星獨龍的影片 可能是因為之前獨龍我覺得沒有打他的必要 他掉的那個 他會這樣可以換到一個 抗毒項鍊 那我覺得那個項鍊 並不是非常有用所以那時候我就沒有打 不過既然他開了八星 那我就直接介紹八星怎麼打 給大家看好了那七星當然就是 更簡單 那在介紹那個影片之前呢 我們先來講一下現在有多一個 紅寶石系統,紅寶石系統真的我覺得 紅寶石超貴的 但那個角色還不錯啦所以要不要花看個人 那我是不打算花 因為真的非常坑 像買這個 110塊加幣 買最大包的話才720顆紅寶石 110塊加幣大約等於快要3000塊台幣了 只能換到720顆紅寶石 連 第二次十連抽都不行 第一次就要500了 大家想一下第一次就要500了喔 所以根本就沒有剩多少紅寶石可以抽這個角色 而且這個角色並不是十連抽一定會出現 是有機會出現特選角色 但這隻角色真的不錯 翻譯有點跟日文版不太一樣 這邊寫給予附近的敵人威力 20%乘於7次水屬性物理攻擊 然後降低物理攻擊 30%三回合 那還有給予遠方敵人3名威力 20%乘於7次水屬性物理攻擊 降低魔法攻擊力三回合 30%三回合 就是後面的人會被降低魔法攻擊 前面的人被降低物理攻擊 不過呢 在日文版這隻角色 他寫的技能比較強 原因是因為他第一條這邊 會寫給予附近的三名敵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邊翻譯錯誤 還是說他把國際版這隻角色改弱了一點 因為如果只是打前面那一排的話 通常前面那一排並不會佔那麼多人 所以我覺得打三名敵人會比較好 然後 如果兩個都是打三名敵人的話 就表示中間那一個 因為最多只有五個人 中間那一個人會被打兩下 那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邊有寫 給予近距離的三名敵人 這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其他都一樣 就只是第一句不同 所以我不太確定是翻譯錯誤呢 還是我們國際版這隻角色被改弱 不一定 不過就算被改弱之後 他也是很強 也是很厲害 然後他還有給 空中的乙方全體增加物理攻擊力 等級五的時候應該加15% 所以還蠻厲害的 這隻角色是遠距離的喔 所以站在後面的也不錯 是蠻厲害的一隻角色 可是我覺得 去買紅寶石抽的話 實在是要花很多錢 我覺得不划算 他又不是必出 如果必出的話 我覺得就還可以買 因為那麼貴 那麼貴至少是必出 可是他不是必出 所以我打算等 我打算等看以後 excuse me 因為以後他紅寶石會出另外一隻角色 紅寶石以後會有兩隻 目前在日文版是兩隻 這隻火屬性的也會出現在紅寶石 召喚裡面 那我打算說 等這兩隻都有的時候我再抽 不然等一下我現在抽 然後 花了紅寶石之後 抽到這隻水屬性的 結果我後來 水火都出了以後呢 然後我又抽到這隻水屬性的 我就重複了 就賽到 呵呵 唉唷 打嗝了 就抽到重複了 所以我現在打算說 乾脆就是兩隻出的時候 我再抽好了 那現在我也不打算買這個 紅寶石禮包 太貴了 我看以後有沒有 什麼特價活動那時候我再買 算了 好我們現在來打 先打一盤光之水晶 好了 光之水晶關卡現在有出囉 水屬性的已經結束了 所以現在剩光了 光的我覺得投資的報酬率比 水的還大 目前來講 因為現在光屬性覺醒的角色還蠻多的 尤其是奧丁 奧丁投資我覺得就是不虧啦 奧丁打太多降臨很有用 大概大家看 現在打最後一關都可以SS級 那第四關我是S級是第一次打過就沒有再打了 所以 但是我現在又不再打第四關 所以那個就不理他了 反正稱號也沒有說給的獎勵特別好 現在打最後一關一般都是S啦 不過有時候會SS 用的角色是這些 當然還可以用 很多人會用籃子 因為暗屬性的攻擊角色 還蠻多是物理攻擊的 所以配籃子的話可以降敵人防衛力 不過我這邊有帶一隻暗系的精靈 這隻角色呢 也會降敵人的魔防跟物防 所以這隻角色也不錯 有帶這隻就不太需要帶籃子 我有試過換掉 但是換成籃子也沒有 傷害也沒有比較高 那你沒有這隻的話就換籃子 因為籃子實在非常好入手 那再來就是 其實很多暗屬性攻擊角色都可以 這隻也可以帶 這隻 打這一關也不錯 但是我現在沒有帶玉獲角色 這樣子就差不多滿了 忠誠的話 其實太多太多暗屬性角色都可以帶 那個少年啊 還有這隻 創世啊 創世神 這隻也可以 納比 納比也可以 反正 暗屬性角色實在是非常多啦 然後暗系裝備 我練得也比之前 木屬性裝備練得還多 所以打這一關實在是非常好打 不過這一關呢 他小兵出了一隻站在前面 所以很滿麻煩的 那隻小兵要清掉才能打到後面同一排 等一下大家看就知道 前面會站一個 擋路的 非常討厭 最後沒有這隻 這樣擋我 所以要先把他清掉 那種打一排的招式 才會打到後面同一排 我覺得光暗水晶可能對我來說比較容易吧 因為光暗的角色跟光暗的裝備我實在升的是最多的 反而火水木的裝備我升的比較少 所以對我來說光暗會比較容易打 可能每個人不同囉 如果你裝備全部都升木屬性或水屬性 你就會其中哪一關會比較好打 像我之前的水屬性的第五關 連過都沒有過過 就是每次都是B級最多打到B級 但是光屬性的最多就是第五關就可以打到SS 所以差非常多 那打這個就是可以換到那個頭盔啦 有一個頭盔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現在這個頭盔 他是為魔法攻擊力高的乙方兩名 提升魔法攻擊力20%乘以兩回合 這是一級的時候喔 所以他等級5的時候幾乎應該可以到45%了吧 有可能超過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我不知道他是 大底位升到幾%呢 最強裝備嗎 不知道找不找得到 如果找不到就算了 在這裡 評分為90還不錯 OK最高是40%啦 最高40% 已經算蠻厲害的 40%咧 多40% 傷害多很多 不過他是給近戰用的 因為他 他加防禦力跟加血 所以他是給近戰用 前面會比較彈一點 然後為魔法師增加攻擊力 所以這個頭盔在PK 我看應該也蠻好用的 應該還不錯用的頭盔 還有什麼 紅寶石傷人 紅寶石也可以換到一些實裝 實裝150 所以如果拿紅寶石買實裝的話 我覺得還挺划算 但是如果拿來抽角色我覺得就很虧 這個遊戲啊 神域召喚的遊戲 我覺得他就是坑坑在抽角色上面 你要搶角色你就是要花很多鑽石或者是紅寶石去抽 那其他的部分呢 我覺得還蠻佛心的 除了抽角色以外 這個遊戲真的是賺錢賺在抽角色 想要那隻角色很多人就會去砸錢 為了抽到那隻角色為止 OK 八星的這一隻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 他的技能 不過我覺得打這一關 種族不是很重要 只要把水晶廣害秒掉就好了 他呢 給予附近的敵人群體威力140% 之按摩法傷害加中毒三回合 中毒對神族人類亞人居然有效 然後他的全體就是被動技能呢 其實他這邊寫被動技能 我覺得他應該寫全體攻擊技能才對 因為他的被動技能他就是會 然後就放一個光波 就是每一關降臨都一樣 然後會打所有的人 不過 他這邊寫被動技能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反正他不是被動 他是攻擊招 中毒對神族人類亞人居然有效 中毒三回合 這個中毒還蠻痛的 所以有點麻煩 不過呢 其實如果你有 藍毛或白毛 補血應該是來了幾補啦 那種族的話 我覺得無所謂 不一定一定要選 不會被中毒的種族 選別的種族也可以 就是選神族 像一般光屬性的傷害角色一般都是神族 所以帶神族 我反而神族帶蠻多的 然後趕快把水晶清掉還比較好一點 這邊呢 水晶跟 毒龍站在同一排的水晶 他是為毒龍施展魔法反彈護盾 隨機給予一名敵人暗魔法傷害 暗黑空間三回合 暗黑空間對神族人類亞人居然有效 他這邊雖然暗黑空間非常非常的麻煩 可是只要 你趕快把水晶秒掉的話呢 他就不會再 出暗黑空間不會再出招式 那這一關的水晶是非常好秒 但因為這一關水晶他設定成血非常少 所以要 趕快殺掉水晶是很容易 通常進去第一回合就會把水晶打爆 在後面的水晶呢 給予最前排的敵人強力按魔法傷害 中毒三回合 這個強力按魔法傷害非常非常的痛 有時候突然角色會突然掛掉 就是因為水晶沒有清完 雖然他的血很少 可是因為他站在後排有時候會打不到他 那如果清得不夠快的話就有機會會 前面的幾隻就會被滅掉 所以水晶要注意啊 打這一關我覺得就是趕快把水晶清掉 那你要帶什麼種族我覺得不是很重要 中毒一樣對神族的內亞人居然有效 然後七星難度的時候給予 增加給予參加戰鬥的隊伍全體混沌力場 混沌力場就是一直受到暗器傷害 所以這個反正就是持續撿血這樣子 撿的血蠻多的 然後再來就是八星的時候 有迷霧立場 所以你角色的話 盡量挑光屬性的 然後有迷霧立場抗性的 這樣比較好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我的隊伍 我隊伍呢 第一隻雖然沒有迷霧立場 不過他的招式是光屬性 然後爆發 極限爆發也是光屬性的 這隻可以換成 如果你有飛鴻的話也可以換飛鴻 飛鴻呢 是迷霧立場的 所以他的裝備可以打到 可以打到敵人 就不會說一定miss 不過可惜的是他的 極限爆發是火屬性的 如果出到極限爆發出到他的話呢 那個傷害就非常低 那他的主動技算蠻厲害的 雖然不是光屬性 然後是火屬性 但是因為會打三下 所以總共加起來傷害也有 也有大概2萬多到3萬 如果打在BOSS身上的話 三下 所以這隻的主動技還不錯 然後又是迷霧抗性 他會站在雷神面前 所以他必須撐半坦 跟我這隻一樣要撐半坦 這隻的裝備呢 第一個裝備 裝光明聖劍 這個會打敵人全體 會趕快把水晶秒掉 第二個裝備 是裝他本身的專武 也是光屬性打一排 但是後排會打不中 生意頭盔 然後一個盾 這兩個是坦裝 戒指的部分呢 我給他裝了一個 魔抗戒 然後加兩個血戒 只有一個物理攻擊戒 因為我覺得他如果 裝備兩個物理攻擊的戒指 他自己本身會坦不住 所以裝了三個 是防禦或血的戒指 雷神因為不是站在最前面 所以他就比較不需要撐防 第一個一樣是光明聖劍 一樣打敵人全體 趕快把水晶秒掉就對了 後面這個天聖鎖鏈呢 是打後排水晶用的 那如果水晶死掉的話 打Boss也挺痛 再來就是這把打一排的 打一排的劍 這個是打前面水晶用的 清空頭盔呢 是補血外加增加攻擊力 這個也不錯 自己 讓雷神可以補一些血 戒指的部分 兩個物攻 一個魔防 一個血戒 再來就是降機啊 降機在打這一關是非常非常棒 因為他是種族優勢 在外加他的光屬性傷害 在外加他的專武技能 又是打三下打在Boss身上 非常的痛 他常常會MVP 這一關就是靠 降機和雷神打了 因為降機跟雷神都是迷霧抗性 這兩隻角色是這一關必出角色 沒有得換 如果你有這兩隻就一定要派這兩隻上場 因為 實在是太好用了 那 他的真專只有四星啊 不過再給我拿一把就可以誤心了 四星 但是他傷害是很厲害的 他的傷害 因為打三下打在Boss身上 所以非常的痛 裝備部分大家看一下囉 大概就是 奧丁呢 我覺得他功用一樣是補助吧 他的真專假專 技能太強 會幫全瑞珍在攻擊 這一點太OP 這一關不帶他要帶誰了 所以呢 這關我有帶他 所以裝備盡量都是裝光屬性攻擊就對了 反正水晶跟Boss都是怕光屬性 戒指的部分兩個魔攻 一個魔防 一個血戒 再來就是白毛啦 為什麼帶白毛的原因 是因為他是精靈種族 精靈種族不會被黑暗 所以就算 水晶沒有馬上打掉的話呢 他也不會被抓到異空間去 所以這隻可以拿來用 這隻會比藍毛好啦我覺得 因為藍毛他有機會會被抓到異空間 有時候他補不到的話會比較危險一點 那這隻是確保都會補得到 所以我才帶這一隻啦 因為就是純粹因為他精靈種族 然後他又有迷霧抗性 藍毛是重力抗性的 但是藍毛的極限爆發是光屬性的 所以打這一關也不錯 所以我覺得 如果沒有白毛用藍毛也可以 但是有白毛跟藍毛都有的話 我盡量覺得用白毛會比較好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角色好用啦 像剛剛我講的 匪紅可以用 然後洛基也可以用 如果你前面站了要全坦的話 就是路加也可以 但是我這邊是半輸出半坦 所以就沒用他 盡量都挑迷霧抗性的 我知道迷霧抗性的角色不多 那如果沒有的話就沒辦法 像我這樣 第一隻跟後面奧丁也都不是迷霧抗性 所以沒有的話不一定要有 還有這一隻也可以用 這是巨人種族的守護神 光超啦 他的大招 極限爆發跟他的本身招式都是光屬性的 但是他也沒有迷霧立場 所以要自己斟酌囉 有越多迷霧立場的話會打得越快 這隻也很好用 只是他也是沒有迷霧立場 但是他的專武跟他的本身技能呢 打... 打水晶都非常的痛 所以很快可以把水晶秒掉 這樣子 抗性又錯了 所以迷霧立場抗性的角色實在是不多 這隻也可以用呢 魔法劍士 他呢 雖然不是光屬性的傷害 但是 他是迷霧立場的 所以給他裝備一些 光屬性傷害的東西 其實他在打這關也不錯用 那你們就自己看吧 其實迷霧立場的角色 有一些無屬性的也可以用 這隻也可以用 他是迷霧立場的傷害 所以這隻也不錯 如果你有這隻的話 盡量...主要就是要把水晶清掉 水晶要趕快清掉 不然水晶打我們是非常的痛 然後又一直把我們角色拉到異空間 好家在這一關的水晶 血真的非常少 所以大家等一下應該看得到 我其實進去第一回合 如果有出光明聖劍的話 會直接秒掉水晶 沒有水晶直接爆掉了 這樣子的話就是剛開始會被 有可能一兩隻會被拉到異空間 那接下來就不會了 把整條血打完 等水晶第二條血出來的時候 沒有秒掉水晶 才會被拉到異空間 所以這一關我覺得 種族並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只要趕快把水晶清掉就好了 除非你清不掉水晶 那你就真的要挑那個對的種族了 可是這樣子的話 你角色限制會更多 所以我覺得盡量就是 把水晶趕快清掉比較好 水晶清不掉的話 其實會有危險 因為他們打我們角色很痛 尤其是打前排 有時候 在BOSS第三條血的時候 那個水晶我沒有馬上清掉 運氣不好 可能裝備技能都沒出 那時候我的角色就會死個一兩隻 可是通常死個一兩隻之後 還是可以贏 因為其他角色就不會死 我打這一關用這一隊是還沒有輸過 只是有時候角色會掛掉 但是掛掉的話 最後還是會贏啦 因為時間剩蠻多的 因為時間剩蠻多的 毒龍八星我覺得是 算是降臨 一般降臨裡面 八星 算比較簡單的一關 因為有些 有些八星的 關卡還蠻難的 但是毒龍的我覺得 這一關是沒什麼壓力啦 因為我這次 第一次配隊伍 然後配完之後 直接第一次就過 然後也沒有失敗過 所以我覺得毒龍這一關算是 算是蠻簡單的一關 而且每次打完都有兩分鐘以上 所以難度不高 毒龍算是 降臨裡面比較簡單的 雖然是迷霧抗性 但是 就算你角色 種族不對 然後也沒有迷霧抗性 只有最後還是可以過 所以就是 很奇妙的一個關卡 當然角色種族對 跟迷霧抗性有是最好 但是這種不能強求 就這樣啦 算是蠻簡單的一關 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關怎麼打這樣 OK 今天的影片先錄到這邊啦 如果你們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一個讚或分享給大家囉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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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 如果不可以呢 如果不可以的 多一點點 在這邊 沒有運動 會不會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